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狄青逆气 狄青逆气 是全项二十四小时选 也就是二十四小中的 故事之一 讲的是宋朝 著名诗人黄亭坚的消息故事 根据《宋史列传》记载 黄亭坚自鲁池 是洪州分宁人 就是今天江西九江的修水县 黄氏一族在修水 可谓世代书香 早在西汉时期 自元祖高中静时后 几乎代代中举 书香传承超越时代之久 传至黄亭坚达到了鼎盛 黄亭坚的祖父兄弟十三人 其中十人竟是吉弟 当时被称为石龙 黄亭坚的父亲黄树也高中竟是 是宋朝著名的石人 担任康州太守 西元1045年6月 黄叔的次子在芬宁双井村出师了 在儿子周岁的时候 黄叔就遵循当地抓州的习俗 让儿子在弓 使 使 笔等物件中抓州 结果儿子一把就抓住了毛笔 大家都说 黄家又出了一个读书种 黄叔一共有六个儿子 次子就是黄亭坚 黄叔给儿子们取的名字 选用的全都是远古时期 贤能之士的字 亭坚就是远古时期圣贤 高陶的字 高陶是顺地的辅佐良辰 也是中华民族的司法鼻祖 为人正直而有智慧 黄叔给次子以廷坚为名 可见对他寄予的厚望之大 黄亭坚年幼的时候 就从回过人 过目成颂 舅舅李长是当时宋朝的 龙徒格职学士 一次他来探望姐姐 也就是黄亭坚的母亲 见到亭坚就取下书架上的书 想考考他都读了哪些 没想到书架上的书 没有外甥没读过的 舅舅非常惊奇他一日千里的学业 感叹他进步神速 认为他是个千里之才 西元1058年10月 黄叔病逝在康州太守任上 于是母亲决定送黄亭坚跟随舅舅游学 让舅舅来管家黄亭坚 西元1059年 黄亭坚从双锦村的明月湾启航 踏上了淮南游学之路 在舅舅身边的三年时间里 黄亭坚博烂群书 清新研读百家经典 广泛涉古今诗文著述 大下了深厚的学养根基 西元1067年 黄亭坚在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时 高中进士 同年被任命为乳舟叶县县卫 开始了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 西宁五年 西元1072年 黄亭坚在北京国子健担任教授 宰相文彦博认为他才能捉异 留他任教八年 直至西元1079年 在八年的学官生涯中 黄亭坚潜信专研 彼更不错 有一次 大诗人苏氏读到他的诗文时 高赞他诗文的超凡绝尘 浊然独立 感叹事上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佳作了 自此 黄亭坚名震四方 并与苏氏开始了一段 诗生之间的莫逆之交 原封元年 西元1078年 34岁的黄亭坚写了两首诗 寄给苏氏 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意 苏氏当即辉豪赴诗 从此 苏黄之间就诗文唱和不断 成为一段文谈佳话 西元1079年 苏氏因布满王安石变法中的刘弊 遭人诬告而下狱 黄亭坚因与苏氏有诗文唱和的往来 也被牵连其中 被罚款 当时 两人从未谋面 黄亭坚完全可以戒死而撇清自己 但是 他没有 反而坚定地说 苏氏是最了不起的文人 是忠君爱国的 西元1086年春 苏氏被赦免后 黄亭坚终于等来了 与苏氏在京师的首次会面 从此 苏黄这对心神两气的诗心挚友 步入了一段终生最为快意的汉末友谊时光 两人在京一同共职 相处三年有余 政侠雅极 讲道论意 切磋诗文 惆怅赠达 见书赏话 大唱平生诗友之情 黄亭坚的诗词也进入了一个潜新的境界 他与北宋文学家秦冠、朝补之、张磊 雅极苏氏门下 合称为苏门四学士 当时人们已经将黄亭坚与苏氏并称为苏黄 但黄亭坚始终对苏氏以弟子之礼相待 从未僭越 不论是苏氏被贬期间还是去世之后 他都始终以身相随 不离不弃 竟以弟子之礼 演绎了一场诗声情谊的千古绝唱 万代流芳 黄亭坚主政太和 为政宽谨 撸秀实干 尽洪荒之力 施法便明 西元1080年至1083年 黄亭坚出任太和宪令期间 整顿励志 体察民情 抵抗严税 被当地百姓称为黄晴天 根据《宋史列传》记载 原封八年四月 宋哲宗以秘书省教书郎的职位 将黄亭坚上召经师 原尤元年十月 西元1086年 黄亭坚出任神宗实录检讨官 加集贤教理 主持编写神宗实录 原尤二年正月 西元1087年 升迁为著作作廊 原尤三年 西元1088年 苏氏负责当时的供举事宜 黄亭坚正好担任苏氏的副手 于是就出现了史上苏黄唱贺的文化盛世 原有六年三月 西元1091年 神宗实录修成后 黄亭坚被提拔为起居摄人 正在黄亭坚试图着身之时 母亲却罹患了重病 黄亭坚比姓致孝 从小侍奉父母就无微不至 父亲去世后 他照顾母亲就更加细致入微了 尽管家里也有家谱 但他还是不辞辛劳 依旧亲自照顾母亲的生活点滴 从不懈怠 在朝中做官后 公务繁忙 每天回家 他都一定会陪在母亲身边 感受母亲的身心需要 事事亲力亲为 精心侍奉母亲 尽力让母亲欢喜满意 母亲是一位大家闺秀 能诗善词 又特别爱卫生的习惯 古代的房子里是没有卫生间的 人们为了夜里方便如厕 通常都会在卧室里准备一个应急的便筒 为了避免家谱清洁便筒时 母亲不满意 因卫生问题形成烦恼 她就坚持每天亲自为母亲洗刷便筒 数十年如一日 从不间断 黄廷坚依奉母亲如此亲力亲为 让一些人很是不能理解 一次有人问黄廷坚 您身为高贵的朝廷命官 又有那么多的仆人 为什么要亲自来做这些琐碎的家务呢 甚至还亲手做刷洗母亲便筒 这样卑贱的事情呢 黄廷坚回答说 孝顺父母是我的本分 同自己的身份地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怎能让仆人去代劳呢 再说 孝敬父母是出自一个人 对父母制成感恩的天性 又怎么会有高贵与卑贱的分别呢 后来母亲病危 她更是衣不解代 日夜侍奉在病塌前 清肠汤药 没有一刻不尽到仁子的孝道的 苏氏对她赞叹道 归伪之文 妙诀当事 孝友之行 追配古人 意思是说 黄廷坚不仅文章归伪 气韵超然 当事无双 而且孝顺父母有爱兄弟的情操 更是可以与古人比美 因此 全项二十四孝诗选这样写道 宋 黄廷坚 浩山谷 袁佑忠为太史 性至孝 身体贵贤 奉母敬成 每夕亲自为喜敌逆气 未曾有一刻不供仁子之职 有识为诵 诗曰 贵献闻天下 平生誓孝清 不辞常敌逆 言用必生称 母亲去世后 黄廷坚截路于墓地 守孝三年 悲痛哀伤到病重 几乎死去 丧其过后 又被朝廷召为秘书成 兼国使别旧官 后来 黄廷坚遭宁承诬陷 被贬折为福州别家 安置到钱州 就是今天重庆市的蓬水县 但他精怀坦荡 丝毫不以贬折为意 黄廷坚的大哥黄大林 不远万里 送弟弟到钱州就任 弟弟黄淑达 为了看望被贬折的哥哥 也是千里迢迢 颠簸了一年多 带着全家和黄廷坚的夫人 来到钱州 如此兄弟之情 真可谓义振千古 尽管黄廷坚在仕途上屡次受挫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消沉 而是更加精勤彼更 写诗作词 开办私塾 授课讲学 在巴蜀之地 化腐朽为神奇 诗词再次登临全新的境界 崇宁二年十一月 西元1103年 黄廷坚再次因受人陷害而被贬移州 崇宁四年九月 西元1105年 黄廷坚在仪州病逝 享年六十一岁 西元1131年 宋高宗追赠黄廷坚为龙图阁大学室 西元1265年 宋渡宗追赠黄廷坚 嗜好文杰 后人尊称他为黄文杰公 自古以来 上至国家君王 下道平民百姓 修身利得的根本就是孝敬父母 孔子在孝敬中说 孝子之事亲也 居则至其敬 养则至其乐 病则至其忧 丧则至其哀 忌则至其言 无辙被矣 然后能视亲 意思就是呢 孝子侍奉父母 体现在日常起居中恭敬父母 以愉悦的心情侍奉父母 忧心父母的病痛 哀痛父母的离世 严格遵循礼法祭祀父母 做到这五点 才能算是尽了孝道啊 可见孝敬之事不分大小 唯有出自本心 方能做到圆满 黄金坚效法古圣先贤 克敬子道 至成侍奉父母 正是孝子孝敬中所说的孝子啊 这就是狄清逆弃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 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